香港人在深圳还是可以不住也可以买一套的 你们买房子不要选X的地方去买 就是未来升值比较低的地方 不要讲长远就未来十年 你觉得哪三个地方哪三个城市 你觉得房价你们是最看好的 动力最大的还是X 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个是C对话和威尔华下联联合举办的这个特备节目 就是湾区的投资论坛 会请到好几个嘉宾的出现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施老板 这个就不用介绍另外介绍另外两个嘉宾 如果你看到上集的话 其中包括是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助理 和首席研究员是李宇嘉博士 李博士其实对整个广东省的政策很熟悉 因为他这个部门是以政府的 是政府一个咨询的机构 另外一个嘉宾就是梁志勇先生 他是志向素科的CEO 他是出门帮政府 就是打完政府来到他们有什么政策的时候 他们找这些部门来做一些调研的 他们在一些大数据和很多整个整个规划 他都是和政府做一些顾问的工作的 我们再次欢迎大家 因为是李博士是讲普通话 所以我们整个过程还是继续用普通话来进行 那么我首先想问李博士 刚才我们听了你上集的简讲 就是说其实国家还是很关注整个大湾区的发展 不过我都不想讲太宏观的层面 我想再微观一点讲我们买房子 就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 就香港人想 就是国家很想香港融入大湾区 但是政策比如说很简单 我们买楼这个钱我们用港币换到人民币 买个楼起码一百万甚至几百万的楼 我们换过去的话 其实这个动作就非常困难 将来国家有没有 比如说我真的想将来在深圳 或者在东莞买房子 退休也好投资也好 我可不可以更容易的将我这笔钱 很光明正大的 很容易的去拿香港港币转到人民币 买到这个房子 国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规划呢 因为我们说香港和深圳在前海自贸区 前海自贸区的前身就是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他的目标呢是要实现这个人民币跨境贸易 跨境结算的自由化便利化 其实就相当于就是说香港港币和人民币的这种 完全的自由对话 这个是我们决意要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们也也在推进跨境人民币的贷款 这个其实障碍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这个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而且的话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对港币在大湾区的自由的接受会 这个问题都不大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两个货币的这个货率的这个笔值啊 一直都是相对稳定的 而且它的兑换的这个手续也很简单 也很便捷 因为港币本身就是香港的这个 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几大银行发行的 所以的话这个兑换是没有没有任何问题的 直接在中国银行和香港分行和我们这个大湾区内地这边的银行 实现这个接受会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是 但是比如说每天有八万的限制嘛 然后你刚才说比如说在前海这个自贸区的话 是人民币港币自由兑换的话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表 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呢 这个的话我们在整个两边的这种贸易往来 和银行间的金融机构的资金往来 这个是可以实现这种自由兑换的 没有太大问题的 然后呢 买房的话 对 这个买房的话 因为我们各个地区呢 其实说各大湾区解雇城市已经 去年我记得 这个我们香港这边也宣布了 我们大陆这边也宣布了 就是港人在大湾区各个城市可以 工作需要生活需要可以买一套房 这个这个是没有没有明显障碍的 这个是可以自由实现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只要符合这个要求 那你你你的资金过来 通过金融机构 他就是完全放行的 这个是没有没有太大问题的 对不起你的意思就说 提交了这个申请 就说因为这个这个政策已经放开了 这个购房购于套房的政策已经放开了 那么香港居民的话只要通过银行来转账的时候 在走走这个资金的时候 就可以明确的提出 就是根据这个依据 那么审核了相关材料以后 他就可以放行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在香港人 在大湾区有工作才可以买一套房吗 是 工作和生活都可以 但是我又不工作又不生活 我又不工作又不生活的话就不行是吗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就属于境外 他属于境外在内地买房 他属于要一定要坚持个自用自助的原则 这个是我们一直都是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明白 就说如果我在香港人在大陆工作的话 提供证明的话 我说我要比如说在深圳买楼的话 我是可以很容易的将港币换成人民币来的买房子 就不用什么每天八万 明白 明白 好 关于人民币方面 我可以补充一些资料 当然我的资料是一些经验 不是哪一条国家的法律 我给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现在人民币还是分开在岸的人民币 就是内地的人民币跟离岸的人民币的 内地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的 所以香港人买房子呢 如果你将来要把房子卖掉之后 你的房价要换回港币 拿到香港来的话呢 你一定要征途进入国内的 以前也有进过外经委啊 起码进过民航去申请 民航有记录这笔钱 是香港进来用途是买房子的 这样的话呢 你将来房子卖掉元税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人民币换成港元 回到香港来 但是不是这个情况下呢 那你就自己不晓得什么方法 把钱偷偷的换进去 那你将来房子卖掉之后 这个钱呢 就是还是内地的人民币 你就不可以随便换港币 掉出来 所以第一个呢 你的港币变人民币的时候 是透过征途去变的 你才可以征途的拿回香港 这个是买房子的时候 当然香港人买一套 现在是不是一定要住呢 叫我所知呢 香港人在深圳还是可以 不住也可以买一套的 在有些地方是不一定 非要有工作才可以买 这个呢 叫我所知 所有的地方都有地方自己的一些规矩 这么多地方 我也说不清 但是深圳好像 买一套还是可疑的 是 刚才我只是 刚才这个李博士说 就是说 其实香港人 这个可以很自由的 拿钱来买房子 我说在什么情况 他说如果你是工作的话 你就可以很正规的 拿几百万去买房子 但是一个人也在这里有工作 但是就算没有工作的话 的确 香港人仍然可以买房子 你没有工作 没有住 我也可以在深圳买房子 但是就不可以很正规的 说我从政府申请 我要拿几百万 一千万去买个房子 但你刚才施老板你的意思 就是说 要从正规的途径 来到买房子 之后才可以正规的途径 拿回香港 接下来我想问这个 这个两种 这个其实刚才你在讲这个 比如说你是比较看很明显的是 深圳 广州 东莞 这几个比较前线的城市了 而你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在这一线的城市 你要如果要买的话 就买一些租金收入比较高的 比如说一房或者是两房一厅 接近CBD的 但是你又提过说是公寓 其实它的租金回报要高一点 对不对 但你的结论说未必是应该买公寓 我是不是没有听错 没有 你听的是对的 因为呢 租金住 因为我们可能买房有几种选择 第一就是自己住 自己住呢 其实考虑的可能是 学校啊 价格啊等等的因素 那么还有一些人是不是自己住的 他就买来纯投资的 那么纯投资呢 就涉及到哪类型的物业 我说的是投资不是草房啊 就是哪类型的物业 是特别容易出现资产增值的一个机会的 那肯定是 嗯 三米住房这类型的物业比商务公寓好 因为商务公寓呢 目前它是一个内住宅的属性 在深圳其实已经进行一个限制了 因为但是呢 由于三米住房它的产权性质 以及它的居住成本 好像他们的水电费啊 他们的教育配套啊 有没有学位啊 都不太一样 所以从自己住以及自己投资的一个 获取资产的一个图片来说 我建议是买三米住房的 但是有些投资者 就住宅 对对对 但是有些投资者呢 他是关注那个租金的 以前呢可能是关注商铺的租金啊 但是现在你你买的房可能 有时候你可能要像香港的 人就可能要租出去 可能要自己也可能深港两地 就来来回不那么频繁 那么就要租出去 租出去呢就要考虑到租金回报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买房的时候 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告诉我们 这个租金回报率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那都是可能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租金回报率 但是从我们目前的来说就是 我建议从租金的来说 就是你想长期持有这个物业 然后获取租金 然后又享受一定的投资增值的机会呢 我就建议是以中小户型为主 然后选择核心地段 然后是选择是住宅为主 是吗 对是的 但是其实在深圳 因为我在深圳 你也在深圳 深圳很多地铁站原线有很多公寓 就是很好的区 有公寓 然后我觉得这种公寓 其实也盖的很漂亮 我觉得出租也不是一个问题 你觉得如果纯粹从投资的角度 因为它回报率比住宅要高 而且它价格又比住宅便宜 那就算我卖出去 我便宜点卖的话 是不是也不是问题呢 对 他就看你怎么选呢 第一 如果你在同一个位置 你买了一个商务公寓 和买了商品住宅的话 我们同时候卖 你会发现商品住宅 除了租金的收益之外 还有一部分是资产的升值 它肯定是大于商务公寓的 就是你在投资的选择是这样的 另外 为什么商务公寓 会比商品住宅价格低呢 其实就是关于学位 配套的一系列的东西 它可能没那么齐全 所以它这个产品就会有 它这个产品就会 叫商品住宅有一定的缺陷 所以它的价格 就会稍微的弱化一点 明白 你刚才这个演讲的时候 第一个说 就是说国家用10亿 来到支持租赁市场 这个我不太理解 怎么样用10亿来支持租赁市场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 其实国家是第一批 就是16个城市 大概每个城市是10亿 8亿甚至4亿的资金去补贴 那么我们初步估算一下 就是国家在2019年 其实补贴租赁市场 大概有100多个亿 是用来推动这个租赁租赁市场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阶段 房地产交易 已经在我们这里 已经是还经30年了 那么很多一线城市 已经变成增量物业 转存量阶段了 那么对于存量 就是存量 我们就涉及到如何盘活它 如何把它重新改造 利用在租给外面的人 就是以提高它的一个供应率 因为现在年轻人在深圳 一方面其实起步的房价 其实购买起来会有点困难 那么为了年轻人去这个城市 获得发展 然后支持这个城市的人才的涌入 其实我们会提供各种 具有社会福利性质 和具有刺激市场发展的性质 去推动住房体系的一个供应 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居住环境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国家会给一些商业机构钱 如果你盖一些房子 专门是给一些学生 或者年轻人租房子的话 我会给你补贴 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更准确的来说 就是说 只要你这个机构 只要开发商 你把你的房子不卖了 你哪来支持出租 长期出租给社会上面的年轻人 或者还没买到房子的人 那么我作为政府机关 我就会给你做补贴 按每平方米的去补贴 好像深圳 稳租金三品房 大概就一平方米补贴 1200到1500 新建三品房 大概就补贴800块钱 一平方米 有一些开发商 一拿可能拿大几千万的 但是其实就是鼓励他们 你们不要老是卖房子了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做物业的支持 作为一个房源的运营机构 给社会上提供更多满足年轻人 居住的房子 而不是让他们每次都是 找各种途径去一次性购买 那个成本太高了 对吧 对 从你因为你经常看些很多大数据 从你的这个大数据看 从租金的角度 现在你觉得未来还有上市的空间吗 因为比如说在深圳或者广州 或者东莞的话 他的住宅的租金的回报率还是很低啊 你觉得还会有上涨的空间吗 我觉得是相对于其他的城市或者国家 他肯定会有上涨的空间的 因为他第一呢 现在我们永远看到很大的增长可能在于房价 没有过多的去关注租金 因为其实租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了 因为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 你涨个几百块钱 他们可能居住品质就会下降 所以呢国家一方面要补贴这个市场 同时他会限制这个市场的一个租金涨幅 每年他希望这个拿了补贴的那个物业租金涨幅不超过5% 但是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举动呢 其实其实很很很潜在的背景就是人在继续往大城市走 他必须要找到居住的地方 但是房子就这么多对吧 就是以前的10个人来抢一套房 现在这100个人去租一套房 那么租金自治洋洋就会上去了 这是从香港或者其他一线城市都可以看到的一个必然的趋势 其实就是发展的越好 他们人进来的量就越多 获得的发展机会也越多 那么他们对于住房的需求也就越大 所以就会推动租金的上涨 但是我们补贴了这个市场 同时我们希望加大他的租赁住房的供给 以满足年轻人居住需求 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租金只按照一定稳定的幅度在上涨 而不是一下子像房价一样一叉叉到几万块 一叉叉到十几万就很难了 你自己觉得 关于租金跟房价的关系我可以有一点补充 就是租金所反映的是现金的一般人的负担能力 房价还可以反映将来的价格 将来的升值能力 将来怎么好租金不会因为你将来会好就升上去 所以房价有未来的因素 租金主要反映当前的因素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房价因为将来的因素而上升 但是租金还是反映当前的负担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租金回报率比较低的地方 所反映的就是将来的房价可能升的机会比较高 因为它已经在房价上反映出来 所以回报率比较高的地方 不一定是值得投资的地方 在很多外国回报率都比香港啊 都比内地啊要高的 你在西方在欧洲买房子 回报率就比内地高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边的房价将来没有机会上升 所以它的房价是比较低 当房价比较低的时候 回报率就比较高嘛 内地的房子呢 因为未来上升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它现在已经把未来的一些因素反映在房价上 所以内地的租金回报率是相对低的 所以你们买房子 不要捡回报率高的地方去买 回报率高的地方就是未来升值比较低的地方 但是如果捡很低的话 那这个会不会有泡沫呀 其实我就这方面就访问几个专家 你觉得有没有比如说 我不知道这个李博士或者是大勇 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说比如说我们在看一线城市 尤其深圳 你看的是20万30万40万一平米的房子都有 然后我们GDP其实之前也跟大勇做过访问 GDP其实跟香港都差不多了 总的GDP不是人均GDP 其中一个GDP的显示因素是房价 我这个深圳比如说这种一线大湾区的一线城市 泡沫有没有存在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刚刚广州也出了一个限购的最新的措施 这有没有泡沫存在 我想问问首先请教一下李博士 你觉得有没有泡沫的存在呀 我们讲泡沫这个东西呢 都是事后总结的时候把它总结为泡沫 因为泡沫的话只有破掉以后 大家回头看才叫泡沫 那么这是一个逻辑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公认的这个房租回报率来看 这其实国际公认的房租回报率来看 我们确实是有很明显的泡沫的 因为我们的像深圳的租金回报率 商品住房的租金回报率只有1%左右 那么其实像香港啊 其实其他发达国家的这个大城市的租金回报率应该在4%到6%之间 其实这个租金回报率的话还是蛮可观的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肯定是有一定的泡沫的 这个是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我们对这个泡沫的话呢就是说 看是怎么看待这个商品住房确实有一定的泡沫 因为呢我们的商品住房比如说以深圳为例的话 它其实只占到总的住房供应里面的25%左右 这个量还是比较小的 其实我们很多住房的在深圳的话 一个就是大量的城市村它的区位还是很不错的 其实我们没有把它纳入这个商品就是房价的统计口径里面 那么租金呢也也没有完全的纳进去 所以呢其实买商品住房的人呢 他其实在深圳这个极少数的一部分 那么他是针对是高收入阶层的 那么如果说针对高收入阶层来统计这个房价的泡沫的话 这个就会就会降低了很多 那么如果拿全市常住人口的收入来讲 那肯定是觉得是有泡沫的 我们是这么看待的 另外的话我们对于泡沫的话呢 是认为就是这个泡沫的话 刚才讲的泡沫破灭了以后才会说它是泡沫 他会说它是有风险的 当然就是我们房地产现在从上到下 全力以赴的强调这个防风险 控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房地产的话 我们现在是要求就是说 当你资本出现大规模的外流 像其实包括香港也发生过 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国家都发生过 严重的泡沫危机破灭 导致的这个资产价格暴跌 那么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 你资本也要出现大规模的流动才行 但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金融开放的步骤上 我们还是比较谨慎的 我们没有实现这个资本 没有去做这个资本的这个自由流动 和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可自由兑换 我们还是这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因为我们要守住金融的安全的底线 这个因为我们国家在在金融安全 这些话控制比较严格的 就是说资本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 进出我们国家的 所以就是刚才施老板也讲到 就是说那么这个你如果投资房产 你要换回换换成人民币 再兑换港币出境的话 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资本流动 那么这个高房价的这个问题 就不是一个风险的问题了 只是一个说我们长期来消化这个 消化这个虚高的部分的一个问题了 明白我想听听两种你的建议你的看法 我主要是因为国家在推房住不炒的一个大原则和策略 那么其实泡沫是怎么出来的 本来是卖一百块钱的东西 可能卖一万块钱 那泡沫是怎么出来 要么就炒出来的 要么就吹出来的 那么我们从政策上来看 其实房住不炒已经其实能看到 其实是有泡沫是有存在的 另外呢 这就是从政策方面来解读 另外是吹出来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自媒体 就是在导向方面都会激发一些购房者的一些情绪 抢购的情绪 焦虑的情绪 那么从整体的媒体 就是自媒体的角度来说呢 他对于购房者那个信心和焦虑感的影响 其实也蛮大的 也会加剧了他们对这个繁殖未来的一个预期 那么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来说 我建议不要用泡沫来说 会比较好用透支 因为有些城市可能是在透支它的未来 但未来的价格反映到现在 那么从一些不合理性来看呢 它确实是泡沫 但是又从另一个城市发展的基本面来看呢 它可能是未来有一个利好在透支未来的一个价格 所以它反映到当前也许是不合理的 但是再拉长远一点看 那可能是合理的 我的意见大概是这样 明白 好的我想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比较投资化的问题 就是说未来 我不要讲长远 就未来十年 你觉得哪三个地方 哪三个城市 你觉得 的房价你们是最看好的 可不可以这样问呢 我不知道大勇 你是很多数据了 你有没有哪三个城市 头三位有没有 头三位 那我就说 我自己的意见 第一肯定是深圳的 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第二是东莞 和第三是佛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个城市都有产业在支持 就是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在推迟 好像深圳有高科技 佛山有它的制造业 东莞也有它的一些科技产业在 只要有产业支持的地方 我认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入都能支撑这个城市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它还是会保证城市的房价有一定的支持 而不会下架 明白 谢谢 李博士呢有哪三个地区你是最看好的呢 李博士 刚才大勇讲的 我是觉得大勇讲的其中有一个是东莞 我是比较看好的 因为它靠近深圳 又靠近广州 它受两边的这种需求外溢 和承接这两边的产业输出 那么在转型升级上做的也不错 那么它因为最近几年它也在开始打造城市的中心区 然后呢它的靠近深圳的区域发展也非常不错 但相对价格水平来讲并不算特别高 而且特别是相比深圳和广州的中心区来讲 它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这个的话有更大的潜力 而且以后的话深圳的很多人都会疏解到东莞这个区域 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看好 像靠近深圳的惠州的部分区域 因为呢惠州这个区域 它将成为深圳居民相对低成本的买房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域 因为深圳的租房供需矛盾太大了 有部分需求的像东莞州 但是呢东莞的相对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比较高房价的地方 那么很多人会转向惠州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呢首先我们的深管会的都市圈建设的话 未来的话红利会很明显 另外的话就是东莞州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可供开发 它的房价也比较低 所以的话从投资回报率来看 在低房价的基础上呢 应该讲有更高的增长 这个是因为高房价增长1%和低房价增长1% 完全不是一个涨幅的 这是一个 再有的话 我是觉得像 当然我刚才谈到了佛山 我感觉是珠海可能会有些机会 因为珠海它首先就是一个对外来人 能够视为养老休闲的一个好的城市 这个城市的话它的环境也在也非常非常的好 特别是全国各房客的欢迎 最近是我们说大湾区 那么它的气候环境非常好 它也在有意思的像这种移居城市打造 那么这是应该就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个地方 那么当然讲到的关于佛山也不错 因为它毕竟实体经济是很扎实的 它也能够支撑到另外房价的这种上升 大概就这么觉得 谢谢 施老板 我也要说 其实现在东力最大的还是深圳 所以深圳的房价比其他地方都是高的 所以其他地方就是临深的地区 就会受到深圳的就是有利的因素所辐射 很多深圳的大企业 深圳没地方就去东莞 卫州 尤其是东莞吸引一些企业分支出去的能力比较强 另外之前也一路有传说深圳要扩大它的范围 有一个大深圳 所以把它名字从东莞叫做深圳之后 它可能的价格就会向深圳靠拢 等于香港有些学校它是名校出来办的 它就变成真的名校一样 所以我自己看深圳还是有机会 比如说将来变成一个直河市 那你面积框大的话呢 你旁边的地方都可能有得益 所以我是会耍深圳 加旁边的一些东莞 卫州 差不多都会分享到它的好处 谢谢施老板 其实你刚才讲的话题我正好想问李博士 其实我在听说惠州会什么跟深圳融合 我听了超过十年 我经常收到这个地产经济 哎呀你赶快买惠州楼 因为马上跟深圳合并了 我起码十年前我也听到了 到底现在有什么样计划吗 政府层面 有没有这个计划 肯定没有这个计划 是没有这个计划的 因为本身来讲 惠州需要的是 深圳能够外移一些产业和人口 来支持它的发展 因为如果说把惠州在行政区域上 划给深圳的话 我们知道对整个大湾区的发展 其实是不利的 因为相当于深圳拓展的土地资源 就不会有外溢效应 因为我们重要的是 在不改变行政边界的情况下 深圳拥挤的这种产业和人口 能够向外疏解 这样才能让其他城市 获得更好的福利 而不是其他城市 廉价的这种土地 被深圳兼并 其实对其他城 对整个大湾区发展是不利的 对那么只有城市之间的合作 产业的转移 人口的转移 这样的话 才能带来互利共赢 好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 其实很麻烦各位 来参加我们这个湾区的网上的论坛 也都多谢大家 那么我们欢迎大家 留意我们的深圳节目 和中原防悠圈 和Sun Channel的合力 是会推出的 大湾区的楼盘的存在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谢谢徐老板 谢谢李博士 谢谢两种 不客气 谢谢 再见 拜拜